我是唯一亨,你不用出门,我们带你看遍中部地区最多的不动产房地产 给你最多的选择跟比较,不怕买错不怕买后悔,所以在看我们的影片之前请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按个赞支持一下,才不会错过我们最新上天的物件 所以叮咚叮咚很重要的 所以这一天就是你要的板子,我相信大家都很开心,因为会喜欢看我们的影片是因为我们一镜到底一刀未剪 然后非常的没有光角,没有美化,你看得很清楚 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在台中市的丰园区 有一个住二的前后零路的店面 要卖 齐秘值很高,所以赶快来介绍 这个是华夏价买透天店面 1380万 真的是华夏价买透天,而且是前后零路 他这个之前就是,他之前开两间店面,一间是这个 公表行 那一间后面开了一个那个台湾彩券 对啊,很会利用吧 CP值很高 对啊,很会利用 我刚刚去后面看 是彩券行 这边明明是眼镜行啊 好,那我们现在到外面去看一下这个建物的外观 他是依照地形来盖的 地坪有19坪 18坪多 他旁边那个就是葫芦顿公园 对 就是之前花博的地方 那个 花博的那个主要地点 葫芦顿公园 这个是他的正面 他三楼是家盖的 旧有的家盖 对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边是面临五叉入 五叉入入口 就有了家盖啊,你只要整理 不要同拆 不要拆掉啦 对,不要拆掉 就是整修 对 整修自己用都没有什么问题 就不会被检举了 来后面看一下是他的那个 台湾彩券 好厉害的 地 那个屋主啊 一样,刚刚我们有看到的那个花博的那个葫芦顿公园 老公我们到后面去看,等一下车子来了 你们拍外观 来你看 他后面 他是其实都可以当前面 两边都可以 他旁边是一间早餐店 对 那这个又是 那个新的 新的大楼 一千三百多万 看你要买 那需求不一样啦 这个单房 一千三百多万只能够买这个面的三房 但是 你也可以选择这个店面 但是呢 增值性最高的是这个 当然啦,而且 你不当店面当住家也是可以 我们买房子就是要买增值性高的 那这一间一楼 如果说你 你平门口可能 比较不好点啦 像这一间 他的起楼没那么大 比较不好停 那要怎么停 另外一边呢 这间 不是 我要看有多深 你在那边 我现在站的位置是店面的门口 再往后往后往后 推到后面去 差不多这么深 深度大概十几米 深度大概十几米 然后呢 我们看到门口这里 他其实那个面宽 没有很宽 你如果要停 门口停 能够停一台小车 4.5 对 大概是你 是你出头的小车 可以停一台小车 那万一你要停大车 那怎么办呢 我的建议啊 如果说你是要当住家来使用的话 你一楼 直接拿来停车就可以了 后面 这边可以停一台车 就是直接插进来一台车 那这边 也可以停一台大车 这边停小车 这个7楼 你这么说我迫不及待想上2楼 那这边可以停一台大车 直接插进来 这样子 我看一下1楼有一个厕所 它有一个卫浴 也不是卫浴 它是半套的 可以上厕所这样子 好 我们上2楼看看 2楼应该是它的客厅厨房 1楼可以停车啦 2楼客厅厨房 我跟各位大家报告一下 楼梯会比较 稍微抖一点点 是因为一楼是店面是住二 这个是圆屋矿 它的卫浴是有开窗的 前面的这个 空间应该算是之前厨房的空间 这个要大桌面 它这个 没有很方盛 因为它是依照地形来盖 斜的 然后这个是木头隔间 隔间的 木头隔间这个可以拆掉 拆掉了 拿来做什么 就是当客厅 对啊 这边可以做客厅 厨房呢 厨房就是后面那个阳台那里 OK 那前面这边可以做一个房间 这边可以做一个房间 它有一个阳台 可以当主卧室的房间 看一下上面 这边也可以洗衣服晒衣服 可以洗衣服晒衣服 好这个房间大概四平左右 大概有四平 那刚刚楼下一楼的店面总共18米多 深度 深度不止 10几米 跟各位报告一下 跟各位报告一下 他其实这边也有开窗 他以前是边间 但是因为那个早餐店 那一间盖起来之后就被折住了 对 那楼梯会比较陡 是因为他的楼层 他不是因为他没有短折 对 他没有短折 好 那刚刚一楼也是没有短折 对他就直接上来 好 没有短折 所以会比较陡 不是因为桌二的关系 店面 所以他的那个空间比较高吗 楼地板空间 当然店面本来会都是做比较高的规划 然后这边是三楼的 卫浴 三楼的卫浴 这就是三楼针箭的部分 对 我们看一下上面老公 这是铁皮屋顶 这是铁皮屋顶 他这还有一个房间 这有一个房间 这个也是隔间的 对 OK 然后这边后面来 这个也是隔间的 这个也是隔间的 这个整间都是用木头隔的 这个是隔间吗 对啊 这个木头隔的 他本来有水泥墙然后再隔一个木头对不对 等一下我们出去外面看一下 好像没有 我觉得这拆掉比较好 他这个本来 他只是用那个 这边 本来也是有墙壁的但是这个好像是隔壁的 这是隔壁 所以他 我刚刚说过旁边这个是隔间的 对他这个都是柱子 嗯 这个素质 就是跟这个一样的素质 我们到前面看看 这边窗户打开呢 就是隔壁 就是刚刚说到的 这个早餐店 对 他们都 整个封起来 来我看一下有多大 这个可以当神明厅 他以前是一个露台 他以前是个露台 那这个就是因为他整个做起来 这个铁皮屋顶 这边比较适合当神明厅 好 就是要打整理 真的要打整理 这个是水塔 这个是水塔 我上去看一下 水塔没看到 没有看到水塔 只有看到清钢架 没看到水塔 好 走吧 水塔可能 问成办一下 因为 峰园不是每一间 不是每一间透天都有水塔 为什么 因为峰园第一个他很少缺水 第二个他的水压够大 所以 有一些 有一些透天他们就 就没有做水塔 我很少听到峰园会 那个缺水的 像我们自己 一带峰园住 从来没有缺过水是真的 因为如果是峰园人应该要了解 来吧 这边呢以后你可以再做一个储藏室 小小的储藏室 因为他是跳高 跳高的关系 他整个有跳高 你刚刚不是说要看旁边的早餐店吗 隔壁的早餐店 然后该到三楼去了 好我们去那个 呼噜登公园看一下 这个猪二的前后零路透天呢 他开价是 1380 1380万 对 他是同装瓦式的 当然你要做天然气的话 也不是说不行 因为这边 大楼是有白色天然气 大楼周围 他这个路 路上都有白色天然气 要天然气也不是不行 那我们来到 葫芦敦公园 来 我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其他的停车场 我们现在是位在这边 这葫芦敦公园他也有停车场 然后附近也有那个城市车旅 如果你想要停第三部车 或者是第二部 第二部车 其实他这个 葫芦敦公园周遭 很好停车 也算好停车 这不难找 对啊 慢慢找还是可以到 稍微 像这边 就有一个位置可以停 这不难找 然后 还有一件事 我刚才讲的第二部车 我们可以停在一楼的室内 他可以停 他本身就可以停两部车 我们刚刚看到前面门口是不是租出 对 他是依照地形来盖 因为 前面是路嘛 对不对 对 是这一间 那后面可以停一台小 后面的路边门口可以停一台小车 里面可以停两台车 看你要怎么规划 对啊 我们只是讲一个参考给你 好 店面这边 他这里餐厅也有一些导餐店 或者是餐厅之类 像这一间他也是 小地方 那还有没有什么补充说明的 然后这边住户也会越来越多了 因为这一栋新的大楼 盖起来之后住户 越来越多 然后这边旁边 又有一个 葫芦顿公园 然后 沿接着这个圆环北路 圆环北路就在这边 你知道那个圆环北路 他旁边也有话停车壳 我常常看到很多车位可以停 还蛮好找车位的 那这边旁边的 你刚刚不是说这大楼吗 一户都1300多万去了 我们还是讲的比较保守 现在新的很多都 开价1500 1600 公社比又特别多 好啦 当然这一间 还是要花钱整理啦 还是要花钱整理 宫古屋本来就是要花钱啦 这个 宫古屋要花钱整理 对 就算是 新的房子里面也是要端横 对 然后 当然啦 这个 这个 这看起来是圆无放没错啊 但是 说真的这间算是也是投资客的房子 也算是短期买卖 如果你能够接受的话 欢迎你来 询问 对啊 但是这个投资客说如果近期内卖不掉 他打算 要自己整理 自己整理 整理完之后就不是这个价钱 对啊 下次1380 整理完之后 1800多 肯定1600、1700、1800 看他怎么开 你看他整理多少钱 因为一般整栋整理的话 像刚刚我们不是拍一个透天吗 他那个整理就花了上百万 对 是真正的整理喔 就是金装啦 金製装 对就是像门窗都换掉啊 地端重新铺啊 厕所重新弄 二三楼也是铺地端 顶楼的 的针件全部换新 而且他的隔间都是水泥的 对 所以呢 这间整理起来 也是差不多要两三百 看你怎么整理啦 你要简单整理 花个几十万也不是说不行 看你怎么弄 没有错 我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物件 因为真的这一间 CP值还算高 因为在峰原你要找一间透天店面 我们这边旁边有一间楼店 楼店就要一千多万 我们没有开玩笑是真的 楼店 光是楼店就要一千多万 我还在考虑要不要拍哪一间 看完了这一间之后 好啦 大概是这样子 那间楼店好小间 只有一层楼而已 只有一层楼 好啦好啦好啦 希望你会喜欢我们拍的影片 因为我们真的是很真实很用心的在拍 对啊 尽可能力的就是 周遭环境 一清二楚 让你知道说在哪里 你可以先 看完影片之后来这边晃一下 觉得说OK的话 打电话 给我们 我们去借钥匙 提早跟我们说 我们借钥匙 然后开门再让你进来看 不要错过这一间真的 这间千万不要错过 真的不要错过 这个我们 当然不动产一分钱一分货 他便宜一定有原因 第一个他不方正 第二个他 孤零老旧 有对对对吗 没有 没有啊 他就是没四天 他前后没四天 依照地形来盖的 对对对对 你们刚刚也有看地基图 对 那边也是这样出出 因为 地形就是这样子 对好 希望你会来找我 那如果不喜欢没关系 请看一下我其他 而且不要小看这个店面喔 有巷弄里面无尾巷居然生意也都很好 还是很火红的 这边车流量还算 还算多的 对应该 就假期 好 那希望 希望你 如果亲目好友在找不动产土地 房子的话 欢迎你们帮我们转发分享 那经由你们的介绍有成效 我们一定给我大红包 对 谢谢 谢谢你们辛苦了 好拜拜 谢谢拜拜